今天我想跟你谈关于坚持这个话题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从2005年的4月份开始制作有声书频到现在 那么我也从2016年的12月19号开始固定制作一天停一点 一直到了今天 很多人就很好奇或者是他们很佩服我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我能够坚持到今天 他们会觉得我是因为有一个很强大的意志力 强大的内在 所以我可以坚持我想做的事情 一步一步的到所有人能够见证到的状况 可是如果你走进我内心的最深处 关于坚持的这件事情 我可能不是你认为的 因为我内在很强大 所以我可以坚持 我比较像是反过来 因为我坚持了 所以我才能够慢慢的变得让一般人觉得我很强大 就以此刻来看 我能够跟很多朋友说 我做有声书频超过了十几年 我做一天停一点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更不要说很多那些认识我超过十年二十年的朋友 他们都知道当年我就开始对于教育 对于教学工作有一份期待与憧憬 尽管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我做的事情可能跟教育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我坚持这个方向到了今天 一直到你所看见的起点文化 或者是起点文化的线上学院 这些坚持的点滴都让我不管是从别人看来 还是从我自己看自己越来越强大 你可能也想要坚持 你也知道坚持为你人生透过时间带来的红利会越来越大 可是你就是坚持不下来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要回到一个更核心根本的原点 这个原点或许可以帮助你回答 坚持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因为对多数朋友来说 可能看到的结果都是 我没有办法跟你一样 能够做有声书评这么厉害的事 我没有办法跟你一样 可以一天录一点东西出来给大家 那今天我就为你解密一下 当初我坚持的起始点是怎么开始的 我知道对多数朋友来说 坚持的起始点可能很多人直觉地认为 好像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跟梦想 要能够穿越十年二十年的眼光 才能够为今天的坚持去做一个开始跟起步 可是呢我要告诉你 这一切跟你认为的刚好完全相反 我讲的是完全相反 什么是完全相反呢 当初一切的起始点让我可以开始坚持的 恰巧完全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什么远大的目标跟梦想 什么极具理想性完整的计划美好的愿景 这一切都不是我当初坚持的起始点 我坚持的起始点可能是当我说完之后 你会觉得这一切真的没有什么 甚至于你会觉得可能是很低层次的 很low的 就以当初我做有声书评来说吧 它的起始点单纯的只是 让我自己想养成固定阅读的习惯 而其实在我真的做出第一篇有声书评之前 我已经开始每天只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功课 叫做我起码看一页书 不管是任何书的篇幅 哪怕是绘本 一页 我想对任何人有基本的试字能力来说 看一页书真的一点难度都没有 所以我做到的事情只是我每天坚持这一件事 而每天不中断 一直到我越来越有把握 我可以养成阅读的习惯之后 我也单纯的只是告诉自己 有声书评 我根本不在乎有多少人听 或者是它的未来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 这些我都没有去想 我单纯的只是告诉自己 那我何不把自己阅读的东西整理下来分享出去 而分享的形式 我觉得要写书评 用写的方式对我来说难度可能太高了 于是我用讲的 所以我刚开始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出发点 而讲出来 讲的对与错我不是太在乎 讲的好不好我更没有考虑 我单纯的只是把它当成是自己 口语版语音版的阅读整理 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 我的其实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叫做换成是你 你都做得到的 每天看一页书 这又有什么难度呢 而一天听一点更是如此 当初我在2016年12月19号开始做一天听一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已经投入起点文化的教育跟教学工作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每一天都有一些体会发现 更不要说我已经累积了很多年的阅读经验 透过阅读的一些想法 把它一样变成简单精简版的一段小小的录音 这是我本来就做得到的事 今天我只是把我每天本来就做得到的事情 变成是每天能够让你听见的东西如此而已 所以你看它的其实点是什么 我并不是去设计出一个宣传模式 宣传管道或者是 可能是很多人说的影运模式 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想那么远 我只是单纯想一个很简单很小很小的 叫做我一定做得到的部分 我每天都有一些阅读 每天我跟学生接触的一些想法 我就是把它录下来如此而已 所以你看 所有你认为我今天因为坚持得到时间红利 甚至于因为坚持而得到别人的尊敬跟肯定的事情 它的其实点其实都是从一个很脆弱的其实点开始的 什么叫脆弱的其实点哦 就是对比于可能一刚开始你觉得 我因为内在意志力的强大而可以坚持这些 事实上呢 我其实是因为坚持了这些所以强大 然而要能够让我能够坚持这些的关键点在于 它的其实点都要从很小很小 甚至于有点脆弱 有点不够格调 有点low的那个部分 因为只有这样子 才能够确保你的每天的一个小小的步骤 一个小小的动作 可以确保它每天都会被实践出来 所以希望你听到这里 无论你接下来你生命的计划是什么 总要有个开始 然而这一切的开始 千万不要画错重点弄错顺序 它不是因为你有强大的意志力才开始 它也不是因为你有远大的目标才开始 这一切的开始你何不从一个叫做最小的目标 最小的动作 简单到报的原则一定不会失败的那些小动作 确保自己每天都会去做 确保自己每天都有前进 于是你的坚持成了你的结果 而不是你的原因 而这一份结果它会造就出 不管是你看待自己或别人看待你 你想要的强大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学习怎么样叫做简单到报的目标 什么叫做最小的一步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最近推出的线上课程 时间驾训班 这一门课就会让你学会这最重要的起始点 如果你的生命希望自己活得更有力量 活得更自在 累积更多你想要的资源 那么时间驾训班这一门课 它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 期待我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前进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那么如果你对于七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如同刚刚提到的时间驾训班 我们在影片的说明里都有相关的连结 我很期待无论是在七点文化的教室里 或者是线上课程里 跟你一起相遇 跟你一起前进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